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那出现 让明天都温暖 我就想这样永远陪伴你身边 言讯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小叔 你老实告诉我 当年我妈的死 真的跟陆文童有关吗 一般和你说了 我不相信他 小叔 我叫你小叔 我只相信你 你告诉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就知道 这一天早晚回来的 那年我十岁 你七岁 那个夏天 我们一起去你妈妈的音乐学校过暑假 在那儿 我们遇到了一个眼睛大大的男儿 他就童童 当时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 好热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给你们几杯水 那天中午 他吵着闹着要去人工湖划船 哥哥 我们去划船吧 不行 划船太危险了 我不管我不管我要 我就要去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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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慢点跑 我没能看住你们俩 后来 发生了危险 船翻了 来人哪 我当时在岸边 下了指控 你妈妈听到哭声 发现了在河里求救了你们 姐姐 童童 妈妈来了 她救下了你们 却没能救下自己 那你早知道了 陆文童的身份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 我哪能认得出来啊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陆文童 就是那个女孩 当年 如果不是陆文童 执意要上船 你妈妈也不会出事 小叔 你别骗我吧 延续 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 这种事情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知道了 叶子 你看到宋总了吗 我今天没看到她啊 怎么了 没事儿 你先忙吧 发什么愣的 迟总 那个恩童在找宋总呢 好像出什么事了 小偷 怎么了 迟总 不知道怎么了 延续电话一直没人接 你去过她家没 我早上去过了 可家里还是没人 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小偷 走 延续 延续 满苏跟我说 你肯定在家 我还不信 小偷一直在找你 你却躲在家里喝酒 你到底怎么了 你 说话 别问我 你起来 你知不知道 小偷找你找她都快急死了 你为什么不接她电话 你 为什么这么对她 我让你来是安慰她的 不是让你当好人的 你知道什么 延续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那个陆文童害的 你在说什么 她身为陆文童的男朋友 不让女朋友担心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你就知道护着陆文童 你让延续怎么面对一个 害死她妈妈的女人 别说了 你在胡说什么 延续她妈妈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 和陆文童有关系 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我明明记得你说过 你妈妈是因为车祸才去世的 你难道要让宋叔叔告诉延续 她妈妈是被人害死的吗 这中间后破有什么误会 报道都在这儿还能有什么误会 直左 宋延续也是你的好兄弟 你怎么能为了陆文童这么偏心呢 凭什么要让她来承受这一切 她才是那个受害者好吗 我就是因为她是我兄弟 我才不想让她这么自甘肚露 因为什么呀 我们两个 别杀啊 你们俩都出去 让我一个人牵手 你你闭嘴 满苏 满苏 你闭嘴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更不想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有空来看我来了 谢谢叔叔 小池啊 你们先聊啊 好 我有点事儿身出去一下 好嘞 阿姨 行 您下忙 好 来 叔叔喝水 叔叔 小童五岁那年 在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童童他不知道吧 叔叔 您先别激动 小童他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您 他五岁那年 到底在湖边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九岁领虫 那年 哥 其实 我挺担心延续的 他现在 肯定特别难受 长痛不如短痛 等感情深了以后再知道真相 只会更痛苦 可是 延续失眠症还是很严重 哥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他治好 你把延续安抚好 他的病我来想办法 知道 所以说 延续的妈妈是为了救延续和小彤才出事的 那为什么宋叔叔就单单对小彤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因为当时小宋的妈妈没能抢救过来 去世了 而落水的两个孩子 又一直昏迷不醒 那个大一点的孩子 却一口咬定 是我们家童童执意要去划船 才这样的 可我们家童童非常乖 非常听话 她不可能主动要求到河里去划船 但是当时不管我怎么问她 她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 她发烧醒了以后 她就患上失忆症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把童童接回了家 这件事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童童的情绪一直不好 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一闭上眼睛就算了吗 童童 童童 怎么了 童童 怎么了 童童 妈妈在呢 乖 不哭了 妈妈在 不哭啊 妈妈在 妈妈在 我和你阿姨带着她 花了好长时间去做这个心理治疗 好不容易她才恢复正常 孩子 答应叔叔一件事 千万不要告诉童童 我和你阿姨再也不希望 她出任何意外了 可是这件事 小童她早晚都会知道 好 我答应你叔叔 我不会告诉小童的 你知的围巾好好看呀 能不能教教我 当然可以啊 过来 就这儿 妈妈教你啊 我们先把这个线 勾在手上 然后把这个针 你看 从这里面穿过去 再从前面 哇 好厉害呀 呵呵 小旭已经绘制围巾了 是不是啊 是 阿姨 阿姨 您先坐 不好意思 家里有点乱 你妈妈的事情 你爸爸已经告诉你了吧 小宋 你和童童 童童 分手吧 小童 你回来了 齿索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叔叔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过来看看 谢谢你啊 我爸已经好很多了 嗯 齿索 延续他还是不接电话 他可能 有什么急事在忙吧 一定不是 昨天双双父母见面 大家反应都很奇怪 而且饭没吃就走了 然后 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人 喂 齿索 我要和陆恩总分手 什么 您可以帮我照顾好他吗 好 先这样 小童 我饿了 陪我吃点东西吧 嗯 行 走吧 走 你妈妈的事情 你爸爸已经告诉你了吧 小宋 你和彤彤 分手吧 你难道要让宋叔叔告诉延续 他妈妈是被人害死的吗 阿姨 我不想跟东东分手 你知道当年的真相 心里没有一点责怪彤彤吗 阿姨能够理解你 但是当年 那件事情 我和你叔叔再怎么信任彤彤 我们都没有证据替他辩解 阿姨今天来 不是替彤彤求情的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再加上你爸爸的态度 我们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 落入这样的处境 所以趁彤彤不知道 选择分手吧 这样对你们都好 阿姨 阿姨 我就是需要些时间消化这件事 这是当年那件事情之后 医生让我们配合观察记录彤彤彤的状态 请原来阿姨的自私 我们家恩彤 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了 你既然爱他 你就放手吧 我说了 眼神 童童 对不起 您好 您好 请给我们两份套餐 谢谢 我要两杯水 好的 喂 热热 喂 彤彤 你现在赶紧看一下热搜 宋言绪 宋言绪上热搜了 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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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宋言许 我去找他 不用去了 为什么 你不生气吗 其实 我早就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其实我都猜到了 宋叔叔 一定觉得我的家庭条件 配不上延续 所以呢 就想尽办法 给我们家难堪 上次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也是想着 给我们家下马威 回到家呢 肯定逼延续跟我分手 延续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演了这出戏 演戏 你看这照片 延续给那女人擦嘴的表情 笑得比恐龙化石还僵硬 那这张开房的照片呢 你看这个照片 他手上还戴着我们的情侣戒着呢 看来宋叔叔 一定跟他说了不少狠话 不然也不会把他逼成这样 我相信他 所以啊 给他点时间 他会来跟我解释的 谢谢 你快点儿 我信任你们 你不可能 我们上天 看看 你这是什么 你不可能 我问道西 真真是 你 不要 我 我 你在干嘛呀 热搜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吓一跳 你放心 我不会误会的 你还好吗 叔叔没有为难你吧 我想你了 晚安 好你个宋言许 一个消息也没有 真不怕我生气啊 这得亏是我 换做别人 早跟你分手八百回来 你就等着哭吧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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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 神 天 你可想得好啊 怎么这么厌守啊 严旭 你来干什么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还是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啊 Zither Harp 事过就此挣脱 假装比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只要快分不清 爱的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那一个你 真是你别太远行 都别到每一句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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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